为什么说蛇吃鼠三计,鼠吃蛇一计,老鼠真的能反杀蛇吗? 蛇是老鼠的天敌,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常识,但为什么有句民间俗语说蛇吃鼠三计,鼠吃蛇一计呢? 难不成老鼠也是蛇的克星吗? 蛇类动物全球共有三千多种,大致可以分为有毒和无毒两种类型,无论有没有毒,蛇的攻击性在生物界都是不容小觑的,它们大多凶残暴躁,对人类的威胁都不小,更别说是弱小的老鼠了。 蛇主要以各种小型动物为食,猎齿类动物更是它们最喜爱的大餐,老鼠见到蛇连跑都来不及,真的能完成反杀吗? 现实中,还真的有不少老鼠吃蛇的案例,但从体型上看,老鼠怎么都不可能打得过蛇? 之所以说蛇吃鼠三计,鼠吃蛇一计,就是因为它们抓住了蛇类最大的弱点,那就是冬眠。 一旦进入冬天,蛇鼠之间的压制关系就反了过来,老鼠见到冬眠的蛇会直接将其咬死,在叫来同伴慢慢砍食, 它们的牙齿虽小,但却非常高效,在一群老鼠的联合啃食下,蛇很快就变成了一堆白骨,而欺负完蛇的老鼠显然只能威风这一个季节。 一旦进入春天其他蛇苏醒后,它们又得开始持续三个季节之久的躲藏生活,但让人疑惑的是,我们常用胆小如鼠来形容人的怯懦,传说在大梁上挂上一根虎骨,就能吓得老鼠不敢进家门。 胆子这么小的老鼠,真的有勇气对蛇痛下杀手吗?它们不害怕冬眠的蛇突然醒过来吗?胆小又无能的老鼠竟然也是蛇的克星,老鼠为何能吃蛇呢? 蛇作为冷血动物,冬年是进化的必然结果,世界上的绝大部分蛇类都生活在温带,这里的冬天虽不如吉地地区那样恐怖,但气温降到零度以下还是很常见的。 蛇类动物的血液温度本身就较低,遇到零下十几度的低温,血液有可能直接冻结,而血管里一旦出现冰茬子,对于任何动物来说都是神仙难救。 因此蛇在冬季来临时,都会提前钻进能够保温的蛇窝里,防止自己不会暴视野外。 研究发现,蛇类动物可以连续三年处于冬眠状态,在此期间不吃不喝,它们会在进入冬眠前摄入足够多的营养。 因此这时也是鼠鼠们最危险的时候,一旦蛇进入冬眠,就会变成假死状态,将身体的各项消耗降到最低,此时能叫醒它的只有回声的气温。 就算被老鼠发现啃食致死,蛇都不会从冬眠中苏醒。 科学家们将这种状态叫做深度冬眠,这是冷血动物不得已做出的妥协。 如果提前结束冬眠,它们虽然能直接将其到头上的老鼠反杀,但这之后就无法再次进入冬眠了。 接下来的体验堪称地狱,寒冷的冬天会将蛇的血液冻结,伴随着血管冻裂的痛苦被活活折磨死。 相比起来,还是在睡梦中死去更好一点。 因此老鼠才敢肆无忌惮地主动攻击蛇,说它们胆子小其实也是个误解。 老鼠是十分狡猾的动物,它们的怯懦是因为自身实在太弱小,如果遇到不能反抗的捕食者,它们绝对不会轻易放过。 老鼠吃蛇真的会发生吗?冬眠中的蛇为何会变得任人宰割呢? 到了寒冷的冬天,躲在地下冬眠的蛇是极其脆弱的,被人发现以后怎么叫都不会醒。 但大家可不要因此而主动招惹它们,毕竟狗急了都会跳墙,如果蛇被激怒了想豁出去一命坏一命,那结局就很难看了。 其实蛇这种深度冬眠现象在自然界并不常见,大多数有冬眠习惯的动物不会在整个冬天一觉不醒。 比如熊类,它们在冬眠前会收集大量食物堆在窝里,睡醒了吃,吃完了睡,与其说是在冬眠,不如说是宅在家里。 这是因为冬季难以获取食物,减少活动量就不会饿着,而蛇冬眠则是为了活命,吃饱肚子的事等醒了以后再说。 虽说老鼠能趁着蛇冬眠将其杀死吃掉,但这种现象也不是时常发生的,蛇的数量也不会因为这些偶然事件而减少。 这是因为大多数蛇选择的冬眠巢穴都非常隐蔽,它们本身不会打洞,于是便想方设法抢占其他动物的巢穴来冬眠。 老鼠打的洞就是个很好的冬眠场所,这些洞穴一般深入地下,洞口狭窄无需担心其他动物进入。 而蛇在找到合适的老鼠洞后,就会找机会把洞里的原住民悉数歼灭,这样才能安安稳稳地躺在抢来的家中。 可凡事总有个意外,可能是蛇的疏忽,也可能是纯粹的巧合。 如果没被消灭干净的老鼠卷土重来,蛇就会成为送上门的大餐。 老鼠吃蛇的现象也就发生了,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呢?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。